年初 往年柯文哲 壁區的關渡宮 今年依舊沒缺席 廟方真的好會說話 柯文哲就算戴著口罩 仍能看出臉上色違 只是跟自己關係不錯的郭台銘 前一天被問到2024脫口說 要問神明 這是否代表柯文哲未來對手 又加疑 那自己2024要跟黃珊珊搭檔嗎 看看柯文哲被一世敗妙 昔日最佳拍檔黃珊珊一路相伴 黃珊珊的下一步 柯文哲不代表回應 畢竟黃珊珊暫時也不想回 但對於蔡政府新隔魁翠寶朗 黃珊珊很多話想說 但這樣的狀況總辭 但是沒有新的隔魁 這當然對很多人來說 都會覺得很差異 因為我想任何民主國家 都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空窗期 我覺得還是一樣 趕快決定吧 人民比較安心 而就在柯黃等人到場前 蔣萬安 前早才剛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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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福袋也讓人心立牌 民眾嗓拍照 蔣萬來者不拒 要自拍 保安快門也可以 不過要說兩人比人氣柯文哲 這樣點評 這個關渡宮的信徒很多 誰來都一樣人很多 說好話 過好年 TVBS新聞陳盛為SAG小組 他有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